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应该能挺身二出 一方有量,八方支援,这是我的职责和使命 我很荣幸,我非常开心,能为我们武汉的家人做一点小事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各地的医疗队救援物资迅速汇集湖北武汉 2月15日,记者来到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新疆援助武汉第二批护理医疗队负责该院C管A区的护理工作 这支女性占绝多数比例的团队有成员102人 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组成 来自和田、喀什、库尔勒、克拉玛伊等地 护理医疗队领队陈辉告诉记者 全国19个省市对口原将多年 面对疫情,他们从新疆千里迟远是另一种逆行 我希望武汉人民要坚强起来 要有坚强战胜疾病的这种信心和勇气 新疆人也会拿出你们曾经对我们的热情 我们百倍的偿还 做好新疆人应该做的每件事 新疆的少数民族女性轻易不会剃发 但由于长发不利于格力服穿戴 来自喀什的护理队员负责人杨兴慧带头 喀什29位女队员互相帮忙剃取长发 32岁的卡米丽江阿里木是护理队年龄最小的队员 也是仅有的11名男性之一 看到姐姐们理发 卡米丽江把自己的短发剃得更短了 还在头顶上勾出一个爱心的形状 共领超过20年的维吾尔族护士长阿米纳古力称 过去来内地都是学习开会或者旅游 没有想到自己也有机会可以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来到内地 他说来武汉哪怕做后勤工作也愿意 过去真的没有想过 我来之前我就在那想 如果我的技术方面我打不到他们的要求怎么办 后面我自己给自己说 哪怕我在后勤 帮他们打扫维生 搞后勤的工作也行 我出一份力量 我都愿意 我就想想的 截至目前全江三批医疗队共计386人 正在武汉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